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一名YouTuber 在频道前期 无论是视频的曝光 也就是YouTube的展示次数 还是观看次数 以及订阅人数 增长都非常缓慢 通过YouTube视频宣传推广 能够让我们的视频有更多的展示次数 增加点击量和订阅 另外如果你是做业务推广 希望能在YouTube展示自己的公司或者业务 利用YouTube自带的宣传推广功能 是最方便也是最便宜的推广手段 YouTube宣传功能的优势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设置非常简单 只要你在YouTube上面上传了视频 就可以设置推广 整个步骤非常傻瓜简单 两分钟即可设置完成 没有一点门槛 其次你可以精准设定你的推广方向 比如你是做财经类视频的 目前财经类视频的大V 比如巫师财经 你可以把你的广告设置在巫师财经的频道旁边 如果你是做股票类的视频 股票视频的大V 比如美头奖美股 你可以把你的广告设置在 美头奖美股视频旁边 这样就能最大程度上吸引相关受众 另外你也可以自定义关键词 也就是有人搜索设定的关键词 就可以看到你的视频 还可以自定义国家和地区 强制你的视频只在设定的国家的观众中展示 还有就是YouTube推广的费用还是比较优惠的 你的视频展示了1万次 但是没有人点击 这是不收费的 只有有观众点击观看你的视频 才会产生费用 接下来我就会一步一步和大家演示 如何设置YouTube的视频推广广告 如何让广告精准投放到你想要的频道或者领域 帮助大家的视频有更高的播放量 增加更多的订阅 首先我们打开YouTube的管理后台 选择内容 在内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我们上传过的视频或者直播内容 选择一个你想要推广的视频 鼠标放在视频标题上面 点击第三个点 选择宣传 接下来我们就会跳转到Google ADS的界面 Google ADS原名是Google AdWords 是Google公司主要的广告服务产品 也是Google的主要收入来源 发布于2000年10月23日 说白了也就是在Google投放广告的平台 右边简单明了说明了设置广告的四个步骤 虽然有四步其实很简单 操作起来两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开始使用 好的 我们已经跳转到了制作视频广告的步骤 第一步是选择视频广告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贴片广告 也就是我们观看YouTube视频的时候 在视频播放前或者播放时看到的那种广告 贴片广告更适合吸引用户前往外部网站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做推广的YouTube视频是业务推广 或是公司简介 那就更适合这种广告形式 观众点击你的视频 就会直接跳转到你的链接网站 第二种类型是缩略图广告 这种广告会出现在 你想要投放的相关视频旁边 如果你是一名YouTuber 投放广告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播放链和订阅 那么你更适合选择这种广告形式 为什么呢 因为你选择第一种类型 你的视频就会出现在用户观看视频的时候 而且5秒之后 用户一般都会选择跳过 这样达不到推广的目的 我们推广自己的视频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 有更多的播放时长和播放量 如果仅仅看了5秒就会跳过 会被YouTube的算法认为 你这个视频是垃圾视频 就不会向更多的人推荐 而选择第二种类型 用户点击了这个广告 就会跳转到你的YouTube视频主页 不会有5秒跳过的提示 确定好类型之后 我们在右边可以看到广告的预览 预览分为移动设备和桌面设备两种 下面你希望自己的广告 以何种形式展示 一般我们选择第一张图片就行了 默认是我们已经设置好的视频缩略图 后面三个选项都是随机截取的视频截图 意义不大 后面输入标题 标题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输入标题之后 就可以在右边看到预览 建议字数控制在预览范围内 超过的字数就看不到了 后面描述栏大家填写一下视频的简介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选择视频投放给哪些国家的用户 如果你是新频道 目标用户不是很确定的时候 不用选择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的频道已经运营了一段时间了 你可以到YouTube后台频道分析这边 找到一些非常有用的数据 我们点击观众选项 往下拉可以看到热门地理位置 这个地方就是YouTube后台分析出来的 你的观众主要来自于哪个国家和地区 每个国家和地区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 你把这几个国家和地区输入到前面的设置里就可以了 接下来选择使用什么语言 也就是要根据你的受众群体 我这边直接选中文就可以了 选择完成之后 你可以在右边看到估算的效果 包括每周预计展示的次数 也就是你视频曝光的次数 还有预计观看次数 这个观看次数是根据点击率来计算的 展示次数乘以点击率 就是你的观看次数 后面是每次观看的费用 经济发达地区每次观看的费用会比较高 比如新加坡美国地区的每次观看费用 会高于香港和台湾 然后点击下一步 这边主要是选择性别年龄和生育状况 你也可以在YouTube后台频道分析 观众选项卡里找到统计数据 比如我这边主要是以男性观众为主 年龄在18到54岁 生育状况根据你的视频情况可选可不选 如果你是做母应用品的 那肯定是选有子女会更好一点 选择完成之后 右边的估算数据会根据这些选项做进一步的调整 好我们继续下一步 这里建议大家都进行选择 选定特定兴趣的用户 可以让YouTube把广告投放给真正对我们视频内容感兴趣的人 这边有很多选项 每一项下面还有小选项 选完之后 右边的估算数据会根据这些选项做进一步的调整 下一步是设定预算 这个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设定 刚开始不建议设定太高 可以先设定10美元 后面如果不够可以再增加预算 选完之后 右边的估算数据还是会根据这些选项做进一步的调整 接下来系统会和你确认一下 你的设置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没问题的话直接点下一步 好的 以上就是设置的全过程 非常简单 这个时候你的视频广告 还没有正式开始投放 我们在广告与附加信息这里点开看一下 状态是审核中 一般审核需要几个小时 审核通过之前你的视频是不会被推广的 在审核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设置 这些设置可以让广告的投放更加精准 花费的费用更少 我们先点击左边的视频广告系列 后面一串数字 这个表达很抽象 如果我们有多个视频广告 就无法区分哪个是哪个 所以我们改一下名字 我们选择设置 在右边可以看到广告系列名称 这里可以点击修改 我就直接改成代孕 下面可以更改状态还有预算 这边是预计投放的时间 你可以设定我这个视频广告 推广到几号为止 下面这些信息都可以修改 另外在页面的上面 我们可以一键修改视频广告推广的状态 以及预算金额等信息 比如我今天预算是10美元 发现抄了 就可以通过这里一键暂停广告投放 或者追加预算 如果你在上面点了暂停 这个时候你的广告就不会出现在左边了 我们可以点击所有广告系列右边的三个点 这边可以筛选状态 选择全部就可以看到你刚刚暂停的广告了 我们选择代孕 然后把广告启用 我们在广告和附加信息这里看到 状态还是审核中 后面是一些数据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额外带来的观看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用户观看了你的视频广告 之后在首次观看的7天内 又观看了你关联的YouTube频道中的另一个视频 这种情况就算一次额外观看 额外观看不收费 如果额外观看的次数很多 说明这个视频广告给你带来了很多新的流量 让更多的观众看到了你更多的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广告推广就是很成功的 相反如果额外观看没有或者很少 就说明你的频道内的视频 关联性不强 吸引力不高 需要提高视频质量 接下来我们看关键字 这里就是设置用户在YouTube搜索 哪些词可以找到你的视频 我们点击加号 点击视频广告组 这边输入你想要的关键词 每个关键词一行 输入完成之后点击保存即可 强烈建议大家此处要做设置 接下来我们点击展示位置 这里你可以设置你的视频广告 只能出现在哪些视频或者频道旁边 我们点击编辑按钮 点击选择广告组 比如我是做科普视频的 科普视频的大V有李永乐老师 我想让我的视频广告 就展示在李永乐老师的视频旁边 我们在这里输入李永乐 点击下面的YouTube频道 第一个就是的 我们看到有155万的订阅 我们在前面打勾 右边就会有李永乐老师的频道了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展示的规则是 只能在以下YouTube展示位置进行展示 点击右边的插号就可以取消 比如我是做金融视频的 我想把我的视频广告投放在 所有讲金融的视频旁边 要怎么操作呢 我们在这里输入金融 下面选择YouTube视频 出现的结果默认是按照播放量排序的 你可以勾选你想要展示的视频位置 选择完成之后点击保存即可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设定好的展示位置 一个李永乐老师的频道 三个和金融相关的视频 以上这几个设置 强烈建议大家都要进行 否则YouTube就会把你的视频进行全网推广 这样虽然展示的次数更多 播放次数也更多 但很多播放只是几秒钟就退出了 完全达不到效果 只有进行了这些设置 才能把广告精准投放到目标人群 把广告费花在刀刃上 好的 接下来我们回到概览 可以看到一些统计数据 我们点击可以选择不同的统计类型 另外你在初次使用Google ADS的时候 会让你绑定付款账户 我这边绑定的是国内双币种信用卡 完全可以使用 第二个账户是我申请的派安营 主要用来收取YouTube的收益 我们在设置这里可以看到 当余额达到350美元或者30天 就会自动从你绑定的账户里扣出 另外目前有Google的促销活动 首次在Google ADS上支出50美元 就可以获赠100美元的优惠券 有效期两个月 这点还是非常良心的 也算是一个大羊毛 想要在YouTube上面投放广告的小伙伴 可不要错过 这个优惠券是在你投放广告成功之后 Google会把优惠券发到你的邮箱 你到ADS网页的促销活动兑换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YouTube视频 如何做宣传推广的演示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 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